严宽恒他是正式宣布了他要出战中二补选 那么党内的大咖包含了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立委蒋启成都有站台力挺 民进党的部分推出的就是林静怡 那么是由前台中市长林佳龙担任竞选主委 那么这次的补选是否也成为蓝绿在台中市长选前的前哨战呢 面对记者的询问卢秀燕他就只有说上班的时间只谈市政 不过民进党台中市党部主委李天生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答案 一早到医院接种疫苗 严宽恒9号宣布出战中二立委补选后 即刻展开地方拜访行程 他在脸书po文一开头就提到2020的败选 强调是自己的努力不够 这次补选他认为民进党倾尽全党之力展开布局 他现在面临莆田盖地的打压攻击 艳然濒临沉下 不过这次双方的竞选人马似乎暗藏玄机 台中市长卢秀燕站台力挺严宽恒 曾任台中市长的林佳龙担任民进党代表林静怡的竞选主委 蓝绿双方在台中市长这一块是否已经开战 不过朱立伦强调这次补选是为了在地详情 民进党的见解则是话中有话 中二立委补选站蓝绿阵营派出大咖驻政 补选仅签市长选举 似乎也正是敲响2022谁能问鼎中原台中市长的选举终声 这台中综合报道 不过绿营的部分是立刻发动的攻势 亲历学者范世平他居然在记者会上面说 卢秀燕还有朱立伦是被绑架来的 来听时事评论员谢寒冰的说法 朱立伦被颜宽纳绑架 你见鬼了吧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颜宽纳输了 朱立伦这个主席做得稳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这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 颜宽纳如果输掉了 朱立伦是一个少数主席 他党内的势力本来就不稳定了 如果再吃了败仗 他来上任几天 得票没过50% 是啊 如果输得很难看 那不是当场 这个主席的气势马上就断架了 他是想选2024的人 他死都要让尼宽纳赢啊 所以颜宽纳能够赢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朱立伦对朱立伦来讲 他最好能够一路赢到2024 当然啊 就是这样子 我们昨天算过了亮哥 有六战你知道吗 你看罢免一战 补选一战 公投一战 罢免林昌佐一战 林昌佐补选一战 2022有六战 朱立伦六战都要赢啊 所以对他来讲前面是很艰苦 老实说我觉得颜宽纳还算比较好赢的 对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赢的 所以朱立伦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 不然前一阵子 朱立伦跑去找颜宽纳他是疯了 对 还私下见面 所以范老师拜托 你真的做学校老师 好歹讲得让你的学生听得懂 不然你要去更高阶的学校教课 因为我们都智商不够 真的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 我们智商能够75 他至少要有一点国民党的情报 不能自己乱猜 我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在想说 那在座的哪一个跟范世平熟啊 哪一个会去跟范世平 讲说我的心里话 那你每个人讲的一副 好像他人家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吓死人了 真的是很鬼扯 还戴着个口罩 也可以读出朱立伦的表情 你就要露两个眼睛 朱立伦的眼睛又那么小 然后头发也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动 就是一个 就是这么细的眼睛 然后你就读出他读心术 真的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许出发人家选男头线 还演八八跑来干嘛 真的 许出发说中章同一家人啊 当然又要来休听啊 所以我就觉得 那在地的那么一堆红黑派 全部在地的 他们来挺看什么 他有病吗 人家要展现的是什么 拜托范老师 你回去对台湾的地方 是一稍微的 人家展现的是 台中红黑派大整合了 对啦 就这个意思而已 这个很重要 而且不是给外地人看的 因为外地人看不懂 那是在地人看的 他告诉在地 有权有势的都来了 两位少族都来了 对啊 江启臣被挤到坐旁边了 你就知道这场多盛大 我相信我们这个 启臣委员不会 他不会介意 他不介意 因为他是谦虚很客气的 我觉得他是故意坐在旁边的 我觉得他是 当然当然 不然以朱立伦的个性 他会请他说 启臣就你 你不是立委 是前主席 对不对 所以朱立伦昨天要开个玩笑 你们没注意到吗 因为那时候他在找杨琼英 杨琼英那时候 自己站到许多拉后面去 所以他一时没看到他 朱立伦昨天还在那边笑说 因为你分量比较清水在后 是身高比较矮吧 朱立伦旁边那是谁 朱立伦旁边那是谁 圆轻彪 jen join 彪哥 白头发的啊 彪哥爱怪人 彪哥 formal work 他最近这一两年 头发白很多 对啊 其实他才61岁 所以府江给城被挤 到那边很合理 很合理啊 当然 因为彪哥是在地嘛 der伦旁边 agu哥挤到旁边去嘛 彪哥辈豹也比他大当然 所以我觉得人家在展现什么 拜托你们 要评论这些 beber 基本上 你最起碰稍为了解一点点吧 那 林静益我对我ต znaczy 因为他根本草包 他根本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那邊亂疲一通 還影響到什麼2022、2024 你會說啥啦 你到底在說什麼啦 這我實在是 這一個這麼令人生氣的話題 為什麼被你們講的這麼好笑 真的很好笑 因為你看到一些 根本不知道在亂說什麼的人啊 台中第二選區的立委 補選民進黨推出的就是林靜怡 但每一天周遇寇他是槓上了嚴家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他就痛批了 根本不是林靜怡在選拉 變成周遇寇在選 難道選林靜怡就等於選周遇寇嗎 那麼前立委林永平更是猛酸了 林靜怡有一點被周遇寇給搶戲了 是不是亂了陣腳了呢 一起來聽 把這種不滿的情緒 把它投射到林靜怡身上 我覺得林靜怡現在也發誓 態勢不妙 因為根本不是他在選嘛 對不對 根本是周遇寇在選嘛 那選林靜怡等於選周遇寇嗎 你就會變成這樣 林靜怡有點被周遇寇的這個搶戲 有點亂了陣腳啦 因為周遇寇的搶戲呢 是採取那種所謂那個 類似八點檔連續劇 撒狗血的那種搶戲法 介紹蔡英文跟地方角頭老大吃飯 頂多只是觀感不好犯法嘛 也不犯法嘛 蔡英文沒有見過腳頭老大嗎 你去過多少去給人家行李 那個人家傷勢的時候你去 然後呢 你們現在口口聲聲說 言清標是黑道 那你不是沒事跑到正南宮去跟他合照 這個周遇寇這麼在乎黑道的問題 那這個蔡英文我們看到 民進黨內部的黑道問題對不對 黑道入黨的問題 包括民進黨這個蔡英文聘請的國策顧問 這個黑影床床的問題 這個問題周遇寇這個周阿姨 是不是應該要更加關注 他那時候也有關注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關注說 你們國民黨還不是都一堆黑道 就這樣而已啊 還關注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就好像有人黃飛鴻師傅也喜歡狗 十三一也喜歡狗 只是喜歡的方式不一樣 一個是喜歡吃狗 一個是愛狗 這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覺得每個人的選擇這都沒錯 可是你做過的事情就不要否認 像黃春國你不管怎麼樣 你是有黑道背景 就承認嘛 這有黑道背景 你現在沒有坐牽翻科就好啦 林靜宜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過 參加選舉 然後先把自己跟一個民眾 最討厭的萊豬綁在一起 這是我覺得匪夷所思 正常的 尤其是參加地方選舉 你會迴避這個問題 我盡量不要讓大家產生聯想 結果他一馬當先 把四大共投全部擺在自己身上 不會怕 你不會怕 真的很厲害 但是不要讓大家 你看點 你不會怕 我不會怕 你不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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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怕